每年都会举办的会跟杯数学竞赛 三个礼拜的假期来登场 来自全台各校国中小的学生 大约有600多人一起来挑战数学 以较高下 这次的数学难不难呢 带你来一探究竟 谁的数学最好 会跟杯数学竞赛 吸引来自全台600多名数学高手 前来挑战 会跟幼学数学团队严正以待 设计出最刁难的考题 来挑战学生的解答能力 会登杯数学比赛 我们每一年三月都会举行 是一个重大的顺势 大概办了十几年了 那今年由来自北部地区 包括宜兰 基隆 台北市 新北市 大约有600个学生 我们分为五组来竞赛 有国小五年级组 国小六年级组 国中一年级 国中二年级跟国中三年级组 最主要是说提供一个竞赛的平台 让对数学有兴趣 跟数学能力特别强的学生 来我们会登中学 参加这一次的会登杯的数学竞赛 先生你们这个题目是请谁出的 那他为什么这么具有指标性 我们是自己的数学老师来出 那有两三位老师共同命题跟审题 那就是难力度还有鉴别度 都出得还蛮好的 因为这几年在颁奖 宜兰的也有拿到第一名第二名的 台北市也有第一名第二名 新北市也有 就看个别学生的程度 所以说是一个蛮客观的竞赛 贝登杯数学竞赛行之多年 也成了国内相当具有指标性的一项数学竞赛 而延南县的学生 在这项比赛中 也不输给台北市区的学生 同样有相当杰出的表现 亦来新闻记者 华文淑采访报导